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要考虑到成本 也要考虑转化 不可对部分国家实行包邮即可 全球200多个国家选择哪些国家包邮 哪些需承担部分运费 哪些完全由买家承担 不能随心弄 考虑到平台在不同国家的流量和订单分布 我们可借助于国家市场工具 在选择行业后 查看此行业消费能力 Top10的国家 这些国家建议包邮 其他国家可结合物流渠道下的运费成本设置 原因二 产品评分差 纠纷多 差评多 有些卖家选择供应商或厂商时考虑不周 只想到款式 风格 价格 如若所采购的产品 原本供货于国内客户 现又卖给老外 销量越多 纠纷差评越多 如与尺码相关的类目 极易发生类似事 还有些卖家 相关因素都想到了 但因为详情业信息过度夸大 发货前没有仔细检查 有一定上手难度的产品 未配发使用手册 产品只管发货 不管追踪 产品收获后 没做询问 纠纷问题 不懂得取舍时 也亦造成这类问题 它会导致产品有流量无或少订单的症状 原因三 卖家自己觉得流量高 其实不高 有时是卖家对产品的流量看得过高 觉得自家产品确定就是高流量但订单 其实是此产品流量不高 访客少支持 无订单很正常 卖家如何判断产品是不是真的就是有流量呢 用店铺与行业对比和产品与全店对比来进行 原因四 流量不精准 流量不精准也会造成产品有流量无订单的困境 具体我们要 一 优化引流渠道 卖家如若有开车 则需要结合数据报告 对近期直通车数据制定关键词策略 进行优化与调整 二 一般产品标题 不要使用太多行业词 是注意精准词 常委词与行业词的平衡 三 站外营销 要学会选择合适的推广对象 若有Google广告或YouTube广告投放 卖家也要注意选择目标 原因五 产品没选好 有流量无订单的产品 也有可能是款式或风格不符合市场主流需求 此时花再多精力去推 ID记下来 依次复制粘贴到商品分析 商品搜索框中 进行搜索框中 感谢观看